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觀音機一樣 講話說理財的契機 我是Linda 觀眾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節目再點出來 YouTube上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因為你的支持 真的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好的我們知道 美國聯準會將進入升息的循環 那麼除了金融股是直接受惠之外 傳產股的表現 應該也會比科技股要來得好 那麼現在加權局數再回萬八 所以傳產還有金融類股 會帶領台股站穩萬八 甚至往萬九靠攏嗎 那電子股、科技股又應該怎麼辦呢 好的今天我們首先來歡迎 政委群政老師 老師好 Linda好 大家好 老師我首先要請問你 現在加權局數已經回到萬八了 那麼又要升息 那真的會對電子股不利嗎 好的我想前陣子已經有反應過了 前陣子你看一月就是 美國股市也大跌 那再加上俄烏的一個戰爭的疑慮 對 有一點加速感底的味道 其實籌碼都清得蠻乾淨的 所以我認為說 基本上有一點就是已經提前反應了 提前反應了 對 好 那到底這個現在升息要來了 這個個股還有類股 我們應該怎麼操作呢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了解 好老師您剛講喔 這個升息要來 但是其實已經反應了 那請問傳產和金融 是台股站穩萬八的操作重點嗎 好的我想這幾天大家都在觀察萬八還有月線 對 其實你看到其實昨天已經站上了對不對 是 那今天開高走低之後現在又洗上去 好 那其實萬八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個股的產業面 我想剛才提到嘛 這短線上就是一些美國的資金的回流 畢竟來說大家都認為說 FED要縮表要抽資金 可能債券市場會吸金嘛 那這幾天 這幾年你看到油脂那麼充沛的情況下 可能會縮減這些油脂了 那當然對本益比比較高的科技股 它是會受一些影響 但是來說你說真的 台北股市真的要攻萬八 站萬八或者攻萬九 甚至再攻兩萬點 當然前置最大的還是電子股 電子股 尤其是台積電 所以還是要看龍頭的指標 尤其是半導體族群的一個表現 是的 好 老師那看 老師我們看到這個加權指數 可是老師這個地方 你看融資是大減 是不是集中在科技股呢 其實是這樣子沒有錯 其實你說在1月的時候 我們看到美國股市也是重錯 是啊 然後台北股市 尤其其實你看加權還好 你看上貴的指數跌得更慘 跌更兇 對 上貴中小型股跌得更多 那你看到其實1月份 那時候我在東森節目我也說 其實沒有說在頭部的時候 融資是減的 光是1月份融資就減了300億 代表說散戶也心死了 也不敢玩了 因為害怕嘛 真的 第一個美國大跌嘛 再來又是俄烏的一個緊張 那大戶也不玩了 所以你看1月份融資就減300億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這幾天 指數很輕鬆 你說只有成交 每天成交大概3000億左右 對 差不多 對 但是你看這幾天 已經漲了快600點了 對啊 蠻厲害的 很好拉 變成說籌碼很輕很好拉 所以 現實就是籌碼比較輕了啦 那蠻好拉 那大家就是比較害怕的時候 其實反而股市啊 通常都是半信半疑中的時候 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 對 那等到大家一片樂觀的時候 反而就要小心了 要賣股票了 對不對 每次都是這樣嘛 我想 聯電70塊的時候大家都很興奮 真的 結果現在跌到50幾 都沒人敢買了 對 那台積電500多塊沒人敢買 是 那688每個都又想追了 對 所以不能這樣做啦 你要逆著市場的思考 好不好 是 那老師你看喔 這個開春以來呢 台積電的表現就差強人意 但您剛剛也說了 其實要上看 1萬9、2萬點 還是要靠台積電吧 當然 嗯 那所以 那就看台積電好了 那 其實這幾天比較重要的新聞 第一個啦 大摩 終於翻多台積電了 對啊 他好難得說台積電的好話 對啊 好難得 去年 我記得550、560的時候 那時候一直說台積電壞話 是 說台積電最不好的就是大摩 嗯哼 那時候我就鼓勵大家說 你可以買一些台積電 是 那 說真的 那這幾天他也看多了 那也代表說其實 好像他們的避險的部位 已經回補完了 我們講時代話 因為 說真的 你說大摩 這個大的投資機構 他不可能產業研究 那麼的誇張 當全世界都知道台積電好的時候 只有他在看壞 是 那唯一的可能就 他在國外有很多的避險的操作 哦 放空的部位 他就是利用這樣子來灌壓 嗯哼 對不對 他要做回補他的空單 是 那所以現實來說 當然 你說就看外資的回補力 但是今天又有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嗯哼 今天電子池報有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台積電 開始要跟客戶要求強約 哦 哦 那 有人會解讀啦 那是不是台積電的成長性受限了 是 對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 你的一個產品供不應求的話 嗯 對不對 嗯 那你不需要長約啊 大家都 每個月都要跟你換約 都要漲價 對 但是為什麼台積電開始要做長約的一個動作 是 那有可能有人會解讀是利空 嗯 但是在我的解讀可能啊 因為畢竟先進製程太貴了 是 投資的成本太高 所以台積電你看像 Intel跟NVIDIA Apple 你都要先繳一筆錢給台積電嘛 哦 對不對 你要定先進製程 你要做三奈米 你先繳錢給他 一部分的錢給他 是 他才會幫你說做接下來的動作 Tap out的動作 所以 這邊我認為啦 因為台積電 這幾年一投資太大 嗯 資本支出這麼高 他也 他也應該是這個想法 他想要說 先收一點錢過來 嗯 對他的一個財務的操作壓力 比較不會那麼大 是 所以 接下來台積電還是電子股最龍頭 最重要的啦 那當然你說 萬一啦 如果半導體 欸 這幾年好的一個情況沒有那麼好的 是 那接下來下游的股票會不會比較好 就比較不會囉 可能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去年很多的 譬如說你說 手機也是因為缺晶片 是 電動車也是因為缺晶片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一個銷量沒有辦法大成長 但是如果說晶片不缺了 那手機是不是不缺了 手機可不可以再放量出來 是 對不對 甚至你說電動車 尤其是 對電子業來說 我覺得 幫助最大的 產值最大是在電動車 那如果說 全世界的電動車能夠爆發成長的話 對於下游的電子股 尤其是本益比比較低的 什麼被動元件 鴻海這些組裝廠 可能會有幫助 是大力多 對 有可能就是把指數墊高上去 是 是 好那老師講完了台積電 那像這檔IC設計 6104的創委 昨天還亮燈漲停 老師看好嗎 我想 對啊 大家都說本益比高 電子股不行 是 但是為什麼 這個本益比 將近50倍吧 對啊很高 昨天還漲停 創的歷史新高 今天還大漲 是 所以 投資朋友要破除這樣的迷思 其實股市來說 還是要買成長股 股票會漲就是它有成長的空間 你現在不知道它未來會多好 對 但是法人先知道 你看投信就是創委買了一圖拉庫 真的 對不對 就是有點做這樣的題材 所以 這邊來說 你看到中國大陸現在在USB4.0 他說要統一規格 充電線有統一規格 所以這些創委來說 因為他跟翔碩 跟威豐比他的股價最低 對 對 所以你看到最近是很兇 所以 我們還是 如果說你是積極型的 你當然還是要找低階的 成長性的股票 高成長性 對 如果說你是比較穩健型的 當然 你找說比較有防禦性的 配股比較高的 但是位階也不要太高的一些股票 來做操作 是 好 那老師 那請問 那現在升級要來了 所以傳產金融 應該是會 也是利多對不對 當然市場的解讀是這樣的 尤其是金融股 是 所以你看到在一月份大盤不好的時候 金融股是比較強的 節節創高 對 金融股有發揮這個穩盤的動作 但是 你要想其實金融股有時候也分純銀行 跟受險的銀行 受險的金控 那 那 對 其實 譬如說我們舉例 你看下面的富邦金 是 先穿這樣 富邦金好 你看富邦金嘛 去年真的賺蠻多 前三季就11塊了 對不對 還不加第四季 它現在本益比幾倍 很 很低 7倍 如果加第四季的話 可能是5倍的本益比 這麼低喔 對 但是大部分的獲利是哪裡來的 那個受險嘛 業外投資 大部分其實是業外投資來的 所以也是因為這幾年的投資環境很好 但是如果說這幾年開始股票不好做了 對 他們投資會不會這麼好 不會了 就不會了 所以這邊來說我認為他的獲利也會壓縮 但是有人說 對啊 老師生習對金融股來說放款會不會比較好 有利差 但是你要想 其實基本上 現實啦 以金融業的現實 情況 大家都在搶好的公司嘛 對 譬如說你真的好的公司 台積電要貸款 每個都要搶 真的 全中華民國的銀行都要搶 那個條件就沒有很好 你壞的公司沒人敢貸啊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說這個利差 我覺得就想像而已啦 沒有實際送那麼好 那你富邦金融回頭 你要操作的話 像金融股就不能在利多的時候 對不對 前陣子 當媒體大家都在講 買金融股 對 結果他就回落了 就丟下來 對 所以這時候我畫的這個壓縮的線 你在這壓縮的一個收斂期間 我覺得這邊量縮的時候 你可以佈局的 是 如果你喜歡金融股 對 量縮的時候佈局 但是如果連漲三天的話 反而是短線上要做一些調節 不能追價 是 先獲利了解囉 對 是 那老師那請問長榮咧 長榮開村就 第一天就漲停耶 那第二天也漲 今天稍作休息 老師怎麼看 好的我想海運股是比較麻煩一點的 因為畢竟來說就是 大家都認為本益比低嘛 對 對 一段的故事 是 那從高點下來對不對 跌破的收斂區間又破一段 融資大減之後又反彈 反彈完之後又破了一個上升趨勢線 是 對不對 那回到這個 這個支撐的下緣 所以限時它就在這個藍色的 大三角形在做壓縮 那你要強一定要突破就是在 應該12月份那邊的一個整理的區域 那邊算和限時比較短線的壓力 其實在那邊 那但是呢 你要攻擊又要亮 你反彈又不能爆亮 對 你了解嗎 因為反彈爆亮代表什麼 有人在跑了 是 所以這時候操作 尤其是航運三雄 當然你未來的成長性受限 現在只有期待高值利率 只能期待高值利率 是這個優勢 那本益比現時當然算低 但是你不能說過分的期待 它會大展 所以我說那條藍色的壓力線 你就要觀察 它突破的話 如果說它能守住 那就算OK 是 但是如果不能守住的話 這時候你還是要 邊且戰且走 你不能過分的追降 稍微謹慎保守一點 對 是的 好老師那再請問這個塑化骨 我們知道最近這個惡物 這個戰是緊張 所以油價有可能飆 那台數呢 油價已經飆很多了 已經飆很多了 但是台數沒有創高了 對啊 你不會覺得很奇妙嗎 很奇怪 跟油價脫鉤嗎 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 你看到 傳單股這幾年 因為也是因為報價的上揚 造成一個大多頭的行情 但是你看油價最近是蠻強的 但是台數沒有強 反而是在這邊做個 打底壓縮的動作 所以這邊我認為說 這個消息面的影響 當然造成短線油價的上漲 但是台數其實 春江水暖壓先知 是 法人也沒有很看好 投信也賣嘛 外資也賣 外資也賣 對不對 那所以這邊 你如果說真的啦 你要不要做長期 因為畢竟去年也賺蠻多的 本益比也真的不到十倍 應該也是七倍左右 那就看它的配息 配息 對 等到鼓勵的政策出來 我覺得這邊當然是低檔區啦 如果說你真的想賺短線 等到說要配多少錢的時候 再進去買就好啦 再進去買 對對對 先賺個價差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那老師我們再看到1907的永豐魚 最近好像衛生紙又要漲了喔 對 所以老師永豐魚的股價怎麼觀察 好 那我特別在把造紙 那造紙跟鋼鐵就是 算同一類就是 比較算原物料的行情 那以永豐魚來看 當然他們就是長線 還有個探權的期待 因為現在大家都是在 中國大陸在鼓吹探權 對 綠能 對 綠能 所以這個長線當然有題材 不過就去年吵得太過分了 那今年在 後來下半年整理 那對 我想這條藍色的一個支撐線 就很觀察 是 如果說能在這個支撐線的附近 你逢丁買進 我認為啦 它有一波的一個反彈的走勢 還有反彈可以期待 但是傳產股來說 你就要等電子股休息的時候 才會輪到它 對 理論上 因為現實的 因為你現在成交量不會說太大的 大概就三千億 對 大概就三千億 所以你要說 類股旗揚那個盤 比較難 比較難 所以你類股輪動的時候 你就是看盤面的 電子牆的時候 傳產股你就找量縮的佈局 等到該傳產股表現 衝上去爆量的時候 你再做一個獲利調節就可以了 好 那老師我們最後再看到 電子股不會升息壓力的 有哪些呢 好的我想我們剛才就提到 一定要買高成長 低位階 OK 我舉幾檔股票好了 我們看一下 當然第一個內資作帳 其實最不怕的就是投信 我想這一波 從一月跌下來外資賣那麼多 投信是天天買 真的 反土洋對坐 對 那當然第一個啦 投信它有一個怎麼講 持股部位的一個必要的壓力 那再來是政府的護盤基金 也是應該是有撥款給他們 叫他們買股票 一起合作 對 那當然你看嘛 像mini LED嘛 負財也來到100塊 對 這是現實大家比較公認 比較有成長性 而且位階比較低 但是這幾天漲上去 我也覺得有點高了 而且有量 對 因為畢竟來說啦 你說mini LED 現實當然第一個 負財最大 但是來說呢 山安光鏈也不小 尤其負財是現在有蘋果的認證 但是據我所知啦 據我所知最新的 應該山安也應該也快了啦 山安也是不容小序 所以這邊來說我覺得 就是現實有投信做這樣的題材 但是呢 有些比較長比較多的 你就不要過分追 等拉回到五日線附近再看看 有沒有量所買進的機會 但是就是 對就是mini LED這個還是個題材 那找比較低檔的吧 有些譬如說你看融創啊 或者鼎原比較便宜一點的 不要買太貴的 真的 就可以了 對 是還可以佈局 那老師三五四八的照例要怎麼看啊 好的我想這個也是很特殊嘛 你看 在1月份台股大跌的時候它沒跌啊 對啊 它只後來前 過年前幾天有修正 但是這幾天又創新高了 又回來了 對為什麼 它是做折疊機的軸承 喔 這跟三星有關嗎 不是三星也有啦 但是中國大陸啦 你要知道其實現在三星的折疊機 應該造成很夯的功不應求 真的 它又要擴產 融藥也要做了喔 融藥也要做 華為也要做了喔 好像小米也要做了 全部跟風就對了 對對對 我想這就是一個新題材 所以為什麼我特別提到 你找成長的嗎 是 你找新題材 那這又是一個特殊的新題材 那過去照例 股價高的時候也有兩百多塊 有兩百多塊 有兩百多塊 所以算是比較低位階啦 所以你看到 投信也沒跑 真的 那主率都還在 它還敢拉窗高 真的 這些都是很強的股票 所以這邊 它只要 你看它的一個 年增率都是非常的高嘛 過去沒有很好 但是未來會好的 因為折疊這個題材 對 是 好 老師那最後一檔 這個IP股3661的事情可以玩 股價又回到千金股了耶 好的 我想高階的製程 還是說比較難進去啦 所以這邊來說 你還是可以注意啦 因為畢竟成熟製程當然 有疑慮嘛 外資說的算嘛 對 像現在的聯電 對不對 大摩聯電七十塊看好 然後後來殺到五十幾塊 對不對 這沒辦法 但是說真的啦 你說接下來這個晶圓廠來說 大概擴廠到明年開始 全球大概有十幾座的 新的晶圓廠出來 是 這個漲價的力道就趨緩了 我想我之前就提過了 那所以你還是要往高階的製程走 那當然 高階製程三奈米以下 絕對就是一個 還是一個非常有利潤的地方 是 譬如說你說對不對 一個高階的三奈米的晶片 一個晶圓 就兩萬塊美金耶 好貴喔 一片而已耶 小小 這麼小小小小 就小小這樣一片而已 十二吋大概可能那麼大吧 一片而已 兩萬塊美金啊 所以為什麼說 兩萬塊美金量高 對 台積電能夠享有那麼高的本益比 所以我們要是往高階的製程走 所以台積電相關的高階製程廠商 我認為 有些還沒有漲到 或者說高階的AI的一些晶片 因為畢竟你說元宇宙也要用到 對啊 元宇宙 對啊 元宇宙你說你要伺服器啊 對不對 元宇宙那些都要提升它的一個效能 所以這邊高階的一個晶片 還是未來的重心啊 找比較低檔的相關的IP股票 是 還是可以這個進去留意或者是佈局 對 是好非常謝謝老師精彩的解析 謝謝 謝謝好觀眾朋友們 今天我們跟你聊的主題是 這個升息要來了 那麼傳產金融呢 是不是呢 帶領台股站穩萬八 還有呢 這個電子股到底可不可以買 那老師剛剛其實也強調 這個高成長 低位階的這些電子股呢 當然還是可以留意 尤其台積電呢 還是帶領台股 這個往上站穩 站攻堅的一個要角 所以觀眾朋友們 如果呢你還有其他的問題 記得可以掃一下 我們偉群老師的Lyot 老師的Lyot 是想要出AXEL1688 有任何問題 老師有空都會親自回答您 那麼最後一樣 喜歡我節目內容的朋友 歡迎在臉書 還有YouTube上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我們下次見